我发现我以前对于全职妈妈 或者全职家庭的这个角色的人 把她当看得太简单了 她其实耗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 但是结果来说 看起来像你一天都没有干什么 近日亲为老公李承炫在采访中自爆 因为当全职奶爸 自己曾经出现过抑郁的症状 采访中李承炫直言 我发现我把全职照顾家里的人 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耗的时间和精力很多 但是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做 乌尔门纷纷表示 终于有人理解全职宝妈了 同时李承炫还表示 自己曾经有一年多的抑郁时光 当时看着宝宝就不知不觉的哭 众人直呼心痛的同时也有感而发 真的是谁带娃都会抑郁 作为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好丈夫 李承炫在七微生完孩子后 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事业 在家全职照顾女儿Lucky 而七微的光速付出回到了大众事业 当时不少人骂李承炫是软饭男 但不论外界的评价如何 夫妻二人依旧我心我素 近来李承炫参加披荆斩击的哥哥 节目中低沉的嗓音让网友直呼太上头 更有人调侃体会到了七微的快乐 想来是家庭稳定了 奶爸也要出门干事业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